两种去,去,JT,指去处。去是生命的改变,流转。 由两种去,一,凡夫去,二,胜去。 前者是指凡夫俗子的生死流转,是堕处,指受苦的地方,落难。 也就是说,凡夫无法投生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而是根据他所造的业,来决定他往生的处所,指三十一戒中的任一处所。 正如一棵椰子或一粒果实从树上掉下来,我们事先无法确知它将掉落何处。 凡夫死后的再生,一复如是,我们无法事先得知它将往生何处。 每个生命在出生时,不可避免地注定迈向死亡,在死亡后,它必定堕入轮回,而再度投生。 因此,当个体生命诞生时,死亡和堕入恶去这两种让人厌恶的事,如形影不离般地仅仅跟着每一个生命。 在这两者之中,死后堕入恶去的生命更烈于死亡,因为四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和大无间地狱,仿佛毫无障碍的空间,对离开人去的凡夫大开着。 一旦受命终止,人可能堕入任何地狱,无论远近,所受的苦病没有中断的时刻。 之后,他可能转世为畜生,恶鬼,一种可怜的鬼,或转世为阿修罗,在一眨眼间,成了地势天的敌人。 同样的,如果某人在欲界的六语天中去世,一旦受命终止,他可能堕入任何地狱。 但是,一旦他在色界或无色界的寿命终止,他将不会堕入四恶去,他将生而为人,或为天人,之后,他可能堕入四恶道。 为何我们说,凡是生灵皆害怕死亡? 因为死后可能堕入四恶道。 如果死后不会堕入恶去,而且我们可以选择再生的地方,果真如此,人们将不会如此害怕死亡。 有时候,也许有人在活了相当长的岁数后,渴望往生他去,因而渴望死亡。 为了说明生在人去世多么的殊胜,爪顶经,和盲规经将被引用。 在爪顶经中叙述,有一次,佛陀拿了一些尘土在他的指尖上,并问弟子们,比丘们。 我指甲上的尘土与大地上的尘土相较,何者为多?何者为寡? 弟子们回答,世尊。 您指甲上的尘土较少,大地上的尘土较多。 与大地土相较,您指甲上的尘土是不值一提的。 佛陀接着说,比丘们,即使如此,那些天人和人类去世时,能够再生在天界和人界的, 亦如我指甲上的尘土般稀少,而那些生在四恶去中的人,正如大地上的尘土般众多。 而那些在四恶去中去世的人,能够再生在天界和人界的,亦如我指甲上的尘土般稀少, 而那些已在的生在四恶道中的人,是数不清的,正如大地上的尘土般众多。 爪顶经中的主要内容已如上述。 然而要叙述四恶道中的众生,可以以四大派阳中所栖息的众生来证明, 由此可以得知人类的罪恶是多么的深重, 一级人在死亡后,有许多可能的往生处。 在《盲龟经》中记载着,有一次,佛陀对弟子们说道, 比丘们,在大海阳中,有一只双眼皆盲的乌龟, 这只乌龟跳入深不可测的大海中, 它的头带着它不停地朝任何方向求游。 同时,也有一只牛车的牛鳄,随着潮汐、水流、风向, 朝着不同的方向飘浮在大海中。 在经历无法测枝的时空中, 碰巧这只牛鳄正好飘到乌龟处, 而此时乌龟碰巧将头伸出, 此时牛鳄正好套在乌龟的头上。 比丘们,如此的巧合可能发生吗? 比丘们回答,以世俗弟而言,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时间是无限的,而一节是如此的长。 然而不得不承认,或许有一天, 牛鳄和乌龟碰巧碰在一起。 如果这只盲龟活得够久, 而这只牛鳄再套到乌龟的头上时, 并未腐烂,解体。 此时,佛陀说道, 比丘们,这种不可思议的事, 不算是最难发生的。 还有更难,百千倍难于此事的事情, 这是超过你们的知识领域的。 那就是当一个人去世后, 投生在四恶去中, 此人要获得人身的机会, 比盲龟碰到牛鳄更难。 牛鳄套到盲龟知识与此相较, 是不值得一提的。 因为那些行善去恶的人, 可以往生天道或人去, 而往生在四恶去的众生, 他们无法分辨善恶、好坏、 道德与不道德, 有功德与无功德之事, 因此他们过着邪恶, 充满罪恶的生活, 并且彼此尽全力地互相折磨。 地狱和轨道的众生由于夜暴、 惩罚、过着悲惨的日子, 他们遭受悲伤、 痛苦和忧伤的折磨。 因此,比丘们, 当一个人去世后, 要获得人身的机会, 比盲龟碰到牛鳄更难上百倍、千倍。 由此经典可以得知, 为何那些生在悲惨世界的众生 无法过人类的生活, 因为他们从不往上看, 而是往下看。 所谓的往下看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无名在生死轮回中, 不断地增长、强壮, 仿如一直往下流, 流到平原的河水, 他们总是有往下沉沦的倾向。 因为他们通往善道的路已经封闭, 而通往恶道的路却敞开着。 这是所谓往下看的意思。 因此, 从盲龟的故事, 有智慧的人当之, 凡夫去, 人去, 的罪恶是多么的深重, 可怕和危险。 以上所述是有关凡夫去。 现在将讨论何谓胜去, 胜去亦指人死后能从凡夫去中解脱, 或者从凡夫去, 凡夫去中的每个生命必定会死, 终入灭, 不再轮回。 一直可能生在较高的生命状态, 或依照个人的选择来决定生处。 胜去并非如椰子般从树上落下, 而是仿如鸟儿般在空中飞翔, 飞到他们希望栖息的地方或树上。 那些已达到圣人境界的人, 天人和梵天, 可以生在较好的地方, 以及可以再生为人, 天人, 梵天。 当他们以证得圣人的境界, 在生命将结束时, 他们或许想再投生。 虽然他们出乎意料的去世, 而且没有想投生在任何地方, 但是他们必定生在较好和较高的生命形态, 而免于生为较低劣和不幸的众生。 此外, 如果他们再生为人, 他们绝不会生在较低的阶级中, 他们也不会变成傻子或外道。 天人和梵天义妇如是, 他们完全从凡夫去中解脱。 以上所说的是胜趣。 现在我们将讨论两种趣。 当一个人从树上掉下来, 他就像椰子掉落一般, 因为他没有可以在空中飞翔的翅膀。 更明确地说, 人、天人和梵天同是凡夫, 当他们被斜见锁臂, 又没有巴掌到的翅膀带他们到天上作为他们的一指处。 当他们的肉体坏时, 他们转世为新的生命体, 他们或将堕入罪恶的渊走中。 在这个世界上, 当人们爬上高大的树木, 想以此树为休息处, 而当人们所捉住的树枝断裂时, 他们将掉落地面。 他们将全身疼痛, 甚或死亡, 因为除了树上, 他们没有其他的休息处, 他们也没有可以在空中飞翔的翅膀。 天人, 梵天亦复如是, 他们仍有见颠倒, 一旦他们的身体坏, 他们将堕入凡夫去。 因为他们的一指处只是他们的身体, 他们既无涅槃作为他们的休息处, 又无巴掌道作为强大的羽翼来支持他们。 至于鸟, 它们所栖息的树枝可能折断, 它们绝不会摔下来, 而会轻易地飞向空中, 飞到另一棵树上。 因为树枝并非它们永久的栖息处, 只是暂时的。 它们完全依赖翅膀和空气。 同样的, 人, 天人, 梵天弱已成为圣者, 无有邪见, 它们既不是它们的身体为自我, 也不依赖它们的身体。 它们拥有永久的休息处, 止涅槃, 涅槃是所有痛苦烦恼的完全止息。 它们也拥有强而有力地发振到的翅膀, 能带领它们到较好的身处。 以上所述是有关两个去, 凡夫去和胜去的不同。